你让我对我的兄弟心动太过分了吧 余生夫妇已经结局很久了 纤纤在另一个时空中 顾伟和林志向依旧幸福地生活着 不知道他们的世界中会不会和童年寒伤眼有交集呢 现在游小鱼的账号依旧在更新着 而KK的成员也在每天分享日常 在现实生活中 李鲜和杨子也是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最近一遍有信心的网友发现 他们两个用同款的饰品 在云生剧组中 杨子戴的一条丝巾和曾经李鲜戴的一模一样 只不过杨子戴在脖子上 而李鲜则是戴在头上 在剧中 杨子穿的一件牛仔外套在李鲜身上也曾经出现过 更是由细心的网友发现 他们曾经用的手机壳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多的巧合 可见关系确实很好了 并且有非常多的默契 如果不是巧合 那也只能说他们的眼光审美是一样的 即使童颜夫妇的热度已经过去了三年 但是到现在也是依旧让人看得很上头 高冷霸总 一双小萌妹 这谁能扛得住啊 我打飞了 你只要买了 你只要多过这个 你很很喜欢 我尝尝 不要吵了 哦 用戏啦 什么?" 哦 用戏啦 不管在里面 你要再做一次 不要看两人在剧中 一个害羞一个高冷 当在导演喊咖的那一刻 整个片场都喧闹起来 杨子和李线两个人非常的搞笑 杨子的小邋遢 让李线笑得欲罢不能 不但如此 剧中的很多戏份都是杨子临时发挥的 对于这部剧 等到看完一遍 再看第二遍的时候 你会发现越看越上头 这部剧的播出 也是收获了非常多的上头姐妹 两个人在合体宣传的时候 李线和杨子在开直播 李线看到镜头中的两个人 说了一句好黑呀 杨子说了一句 你没看美颜 两个人的互动是十分的搞笑了 之后 两个人在出席的机场晚会中 有杨子在的地方 一定会发现李线的身影 即使两个人在不同的方向 李线也会兜兜转转的 到杨子身后 在王嘉儿在台上唱歌的时候 把静婷在录视频 杨子在一边蹦蹦跳跳 李线在一边哈哈大笑 不少网友都在说 他在闹 他在笑 不过对于这四个人的梦幻联动 真的是很惊喜了 神秘的时候有点 看家有女朋友 没有女朋友 没有想到能跟女神合作吧 是 我听李线 你真的记得多少辈子的佛啊 你让他给我记得开心 my pleasure my pleasure 你这个发音 哈哈哈哈 要知道 王嘉儿可是杨子的真爱粉 杨子和李线大大方方 坦坦荡荡 并没有因为在这部剧播出之后 因为两个人的绯闻而避险 这样坦然的友情 真的会更加让人上头吧 在晚会活动中 杨子和李线在台下 聊得热火朝天 即使戴着口罩 两个人也能哈哈大笑 在采访中 李线被问到 拍戏过程中 有对杨子动心过吗 李线则是说 你让我对我的兄弟动心 太过分了吧 这话一出 让杨子有想打他的冲动 毕竟也是一个小女生呢 怎么会是一个男生呢 李线和杨子说 自己的表情包全都是你 这样杨子很无奈呀 可见 李线也是看着 家有儿女长大的 对于童颜夫妇的过期堂 现在还上头吗 你还想看 哪对CP呢